大家好,又是我们灵规范探索 探索改善人生,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领悟人生 多谢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才有我们 今天为大家探索的话题是 把握当下,珍惜每一刻 千金难买早知道 教你如何避免后悔 时间是一个无法倒流的东西 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无价至宝 有很多时候,当我们挥手往事时 或许会有一些后悔的感觉 觉得自己当初应该做得更好 把握机会更多 因此,在当下 我们应该更加珍惜时间 把握每一刻,以免日后后悔 当我们年轻时 很多人都喜欢把握自己的青春年华 勇敢地尝试新事物 经历不同的人和事 让自己的人生充满色彩 而当我们长大后 随着工作和家庭的压力越来越大 我们往往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放在事业和生活的各个方面 而忽略了珍惜当下的机会 因此,在生活中 我们应该更加注重把握当下的机会 珍惜每一刻的时间 当我们有机会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时 不要犹豫不决 要勇敢地尝试 当我们有机会与家人和朋友相聚时 不要因为工作和其他事情 而错过这些珍贵的时刻 因为这些时间 对我们的人生和情感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此外 我们还应该学会早做准备 以免日后后悔 有些事情是可以提前预防的 比如说 我们可以提前做好储蓄和理财计划 以确保自己在未来的生活中 有更多的自主权和安全感 同时 我们还可以提前做好身体健康管理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适度的运动 以确保自己在未来的健康状况良好 除了珍惜时间 早做准备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有些事情是可以提前预防和解决的 比如说 我们可以提前做好健康管理和理财计划 以确保自己在未来的生活中 有更多的自主权和安全感 同时 我们还可以通过学习和进修 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 以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会 最后 我们还应该注意保持心态的平和和开放 以确保自己在生活中更加积极和自信 当我们遇到困难和挑战时 不要过于焦虑和烦恼 而是要冷静地分析问题 找到解决方法 同时 我们还要学会接受自己和他人的缺点和不足 以更加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生活的挑战和困难 总之 把握当下 珍惜每一刻 千金难买早知道 教你如何避免后悔 提醒我们在生活中注重时间的珍贵性和价值 学会把握当下 珍惜每一刻 同时也要学会早做准备 以确保自己在未来的生活中 有更多的自主权和安全感 我们要保持心态的平和和开放 以更加积极 自信和幸福的方式去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 谢谢大家的聆听 希望我的分享对大家有所 人老了 才知道年轻的好 时间是一种无法倒流的东西 当我们年轻时 很多人都追求著名利和金钱 追求着自己的梦想和事业 然而 当我们走过人生的路途 年龄渐长 才发现当初年轻的时光是多么的宝贵和珍贵 年轻的时候 我们有着丰富的时间和精力 可以大胆的尝试新事物 学习新技能 体验人生的不同风景 而当我们走向中年和老年 工作和生活的压力渐渐加大 时间和精力也变得越来越有限 我们才发现当初年轻的时光是多么的珍贵和难得 除了时间的珍贵 年轻的时候还有很多好处 比如说 年轻的身体更加健康和强壮 可以大胆的挑战不同的运动和活动 年轻的心态更加开放和自由 可以大胆的追求自己的梦想和事业 年轻的时光也更加富有激情和朝气 可以让我们充满活力的迎接人生的挑战和机遇 因此 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应该更加珍惜自己的时光和青春 积极的尝试新事物 学习新技能 让自己的人生充满色彩和活力 同时 我们还应该学会珍惜自己的健康和心理状态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心态 让自己在未来的生活中更加健康和充实 最后 我们还应该学会理解和尊重年长者的智慧和经验 从他们身上学习到更多的人生智慧和道理 在生活中 我们应该注重于家人和朋友的交流和联系 让自己在人生的路途上不敢孤单和失落 失眠才知道睡得住有多好 睡眠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非常重要 但很多人经常因为各种原因而失眠 这不仅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也会让我们感到疲劳和沮丧 失眠可能由各种因素引起 如压力 焦虑 生活习惯等等 然而 当我们失眠的时候 才发现睡眠的重要性和价值 睡得住有多么的美好和珍贵 良好的睡眠可以让我们的身心得到充分的休息和恢复 使我们的身体和心理状态更加健康和稳定 同时 良好的睡眠还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和抵抗力 让我们更加能够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压力 那么 如何保持良好的睡眠呢 首先 我们需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如适当的运动 规律的作息 健康的饮食等等 同时 我们还可以透过各种方式来放松和舒缓自己的压力和焦虑 如冥想 瑜伽 按摩等等 如果您还是无法入睡 可以尝试读书 听音乐 左身呼吸等方法 让自己的身心进入放松状态 同时 适当的使用一些自然的安眠药物 也可以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和效果 总之 失眠 才知道睡得住有多好提醒我们要重视睡眠的重要性和价值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心态 让自己的身心得到充分的休息和恢复 让我们珍惜每一个夜晚的睡眠 让自己更加健康和充实 生病才知道健康的重要 健康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财富之一 但很多人经常忽略了健康的重要性 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才真正体会到健康的重要性和价值 生病会给我们的身心带来很大的负担和影响 不仅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也会影响我们的心理状态和情绪 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才真正体会到健康的宝贵和珍贵 也才真正明白自己平日里所忽略的健康习惯和生活方式 对于身体健康的影响 因此在平日里 我们应该更加注重自己的健康和生活习惯 保持适当的运动和饮食习惯 避免过度饮酒和吸烟等不良习惯 同时我们还应该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如适度放松和休息 学会舒缓压力和焦虑 避免过度疲劳和精神压力 除此之外 我们还应该注意身体健康的监测和保养 如定期体检和健康检查等 及早发现和处理身体健康问题 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疾病和风险 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保持健康和活力 总之 生病才知道健康的重要提醒 我们要重视自己的健康和生活习惯 保持良好的身心健康状态 让自己更加健康和充实 让我们珍惜每一个健康的日子 让自己更加健康和幸福 失去才知道拥有的幸福 人生充满了得失和祈福 当我们失去一些重要的东西或者人的时候 才真正体会到拥有的幸福和珍贵 在生活中 我们常常抱怨自己的不满和不足 常常渴望拥有更多的财富 权利和名誉 然而 当我们失去某些东西或者人的时候 才真正体会到拥有的幸福和价值 无论是失去一个亲人 一个好友 还是失去一些重要的机会和精力 都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当我们回想过去 才发现原来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精力和人物 对我们来说都是如此重要和有价值 因此在平日里 我们应该更加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不管是家人 朋友 还是自己的健康和生命 同时 我们还应该学会感恩和懂得感谢 感谢那些一直在我们身边的人和事物 让我们更加坚定和感性地面对生活的挑战和困难 总之 失去才知道拥有的幸福提醒我们 要更加珍惜和爱护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让我们懂得感恩和感谢 让自己更加幸福和充实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学会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让自己更加幸福和快乐 与其害怕失去 倒不如珍惜当下 生命短暂 时间流逝 当我们害怕失去一些东西或者人的时候 反而会错过珍贵的当下和机会 在生活中 我们经常担心 失去一些东西或者人 如失去工作 失去爱情 失去健康等等 然而 这种害怕失去的心态 却让我们错过了当下和珍贵的机会 当我们放下害怕失去的包袱 珍惜当下的时候 才会发现生命中的美好和意义 因此 在平日里 我们应该更加珍惜当下和机会 不要害怕失去 反而要勇敢面对生命中的挑战和困难 无论是工作 爱情 健康还是其他方面 都应该以积极的心态面对 珍惜当下的一切 同时 我们还应该懂得享受当下和生活 如学会放松和休息 适当的娱乐和旅游 学会与家人和朋友相处和交流 这些都能让我们更加珍惜和感恩当下的生活和人物 让自己更加快乐和充实 总之 与其害怕失去 倒不如珍惜当下提醒我们 要勇敢面对生命中的挑战和困难 珍惜当下和机会 让自己更加幸福和充实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学会享受当下和生命 让自己更加快乐和自信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